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去 你怎么来了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我没事 让我看看 快让我看看 别碰我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我只是逃跑被抓 可不是专程来救你 别自作多情 是吗 笑什么 我笑你不像个男人 整日遮遮掩掩 小心翼翼 还真以为自己是绝世人物 我非你不可啊 李荷兰 你再说一遍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可不是唯唯诺诺的女人 更不会对你唯命是从 我求你爱我了吗 我求你回来救我了吗 你这么害怕我缠上你 耽误你的千秋大夜啊 干脆 你改个名字 别叫吕不韦 就叫 余胆怯 看什么看 我说错了吗 眼睛都那么大 也不代表你说得有理 男子汉大丈夫 敢营救秦国质子 敢将天捅个窟窿 怎么让你说一句欢喜 就比要了你的性命还难 他们将你我二人同观一事 分明是要不问缘由 把我们一并处死 难道你在临死之前 都不敢说实话吗 住口 我就不 你该怎样 我叫你住口 我不 你不吻 我来救你 你竟然还骂我 谁让你弃我在先 为了救你 受伤 差点丢了性命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情人吗 你刚刚不是说我自作多情吗 快让我看看伤口 先跟我道歉 郎当入狱 亦不改千令本色 你道歉 对不起 快让我看看 是 参见母后 你父王一直都在病着 你们俩却忙得不见人影 这样真的好吗 儿臣有罪 母亲 吕不韦闯进牢房 试图营救李浩兰 浩兰是不是凶手 还了说 兄长也太武断了吧 你怎么臭臭袒护吕不韦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要千方百计替他遮掩 我看是兄长和吕不韦有私仇 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 咬着他不放吧 母亲 李浩兰刺杀父王 吕不韦营救刺客 这都是死罪 请您立刻下令 判处死刑 浩兰 那可是你父王钟爱的人 你父王还没有醒 你这样急吼吼的 要给他定罪 妥吗 可是 他自杀父王 证据确凿啊 就算是如此 也要等你父王醒了再说 王后英明 可是 好了 先把他关起来 等你父王康复了以后再说 母亲 遵命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 吕不韦营啊 真是个聪明人 我还以为你们真的藏身在木桶之中 所以才拼命保护 谁知道最后翻出来的 确是个公孙钱 事前 人连我都不知道 拖累了公子 请你原谅 无妨 知道的人越多 计划就约危险嘛 多亏公子百般阻拦 我们才能顺利到达渡口 最后 不还是功亏一篑了吗 你不说 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雅儿这丫头啊 就是心思细腻 我猜 一定是她发现了什么 事情都过去了 就不提了 刚才 我想借看病之游 去找殷小春 谁知道她失踪了 浩兰出事之后 她一直积极奔走 我担心她的失踪 跟浩兰有关 这件事情 不只关系到浩兰 更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 你放心 浩兰 我现在就去找 告辞 什么 殷小春和高昊阳都不见了 大火后清点宫中人员 发现他们都失踪了 说起来 这场火烧得很是奇怪啊 兴许是吕不违纵火 故意转移视线 说话之前动动脑子 借搜水车故步迷阵 再放一把火拆穿自己的局 不许是吕不违纵火 他是傻子吗 这个殷小春 上蹿下跳得厉害 也许跟他有关 搜 把马复山搜个遍 把他们找出来 属下立刻去办 等等 公子还有什么吩咐 找到高昊阳 完好无损地请回来 找到殷小春 秋帝格杀 诺 你要干什么 随便乱动 赦毒攻心 我可管不了 你 刚才那是右舍法 你杀人又救人 你是疯子吗 殷家世代行医 断无眼睁睁看人断气的道理 哪怕你是杀人犯 也得治好了才能上断头台 你竟一心行医 为何要帮助李浩岚 他能寻你什么好处 是非善恶 黑白对错呢 那是什么鬼东西 我忘了 只有人才知道是非黑白 畜生自然分不清 即便我受了伤 我照样能杀你 别轻举妄动 小心刀剑无眼 我自幼跟随父亲上战场 这把刀杀人无数 沾满了鲜血 你不怕吗 我的银针扎过无数病人 身入心肝脾肺肾都不怕 还怕一柄破刀吗 你究竟藏了什么东西 前面是什么人 龙湘将军 救命啊 公子 救命啊 公子 我是殷小春 殷小春 上马 快 将军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抓住他 不用追了 王上 醒了 好 王上 你醒了 我 王医师 王上为何不能言语啊 王后息怒 臣早已说过 殷义师下的粮补之药过重 对王上的身体大有妨碍 等再服两极药就会好转 说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好听 药有用的时候全都无能 请王后宽恕 母亲 刺客拖着悬而不绝 宫中人心惶惶 既然父王已经醒了 母亲 您要早下决定才是啊 你就这么着急吗 父王现在如此模样 就算把刺客千刀万挂 也不足结我心头之恨哪 好 待李浩兰和吕不韦上来 我要亲自审问 还不快去 诺 说吧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禀王后 那天晚上 浩兰闯入房间 正好撞上了刺客 浩兰大声呼救 刺客夺疮而逃 我为了救王上 夺下王上锦监的长金 就在这个时候 高将军带人赶到 引起了误会 高昊阳 高昊阳呢 昨夜高将军 去查是否真相 至今未归 王后 卢当时紧跟在高将军身边 一眼就瞧见这位黎女官 要扼杀王上 我说过了 那是在救人 你说刺客夺疮而逃 我们全宫都搜索了 为何不见刺客踪影 根本就是你刺杀父王 混淆视听 那刺客身穿卫兵的服饰 当天晚上如此混乱 只要他混入搜查的卫兵之中 就一定能安全前逃 那为什么当天晚上 只有你一个人看见 没有第二个人 有 王上就是仁政 父王对你如此情爱 你却和吕不韦勾搭成奸 图谋不轨 公子 你无凭无据 可别血口喷人 我有证据 我请问你 李浩兰入宫之前 可在泥府跳舞 李浩兰不但入过吕府 还经过丞相府 难道说跟丞相也有勾结 他入宫之后 你跟着入宫 这是何意啊 我给王上献鹿 得到赏识 自然脱离剑籍 青云之上 他被捕后 你甘冒极险 杀了侍卫 就是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女人 李浩兰救个王上 但是有功之臣 如今 无辜受冤 百口莫辩 吕不韦只是路见不平 仗义相助 难够胡言 母亲 父王遇刺的消息 如果传扬出去 必定遭受各国震动 亲人欢喜 儿子断言 吕不韦和李浩兰 肯定是擒过奸细 为颠覆赵国朝政而来 王后 好了 不用说了 押下去 鹿 吕不韦 你要造反吗 我有证据 公子 参见王后 事发突然 不及禀报 请王后恕罪 儿臣听闻 殷医师失踪了 所以就去后山寻找 结果我是在一群杀手之中 把他给找到的 什么 有人要刺杀你 为何 因为我掌握了重要的证据 这是何物 这是我从宫中取出的药渣 上面有宫中的标记 王医师 你的药方里有半下 是 有半下 王上咳嗽多谈 胸闷胀满 当然需用半下 这半下是常用药材 殷医师 你不也经常拿它入药吗 凡事过犹不及 尤其是药材 服用过量半下 常会呼吸困难 手脚抽搐 甚至全身麻痹 昏迷不喜 你身为医师 真的不知道吗 王医师 你居心何在呀 王后 这半下 确实有毒性 但要致人昏迷 须点每日五钱的量 我每日用药区区二钱 而且我一案记载 更有两名宫人监督 简直是笑话 殷医师 王医师说得可是实情 你故意 别以为你 学了两天医术 就想纵横天下 你总要碰壁的 无知笑话 我相信殷医师 你赢 我陪你一块活 你输 我陪你一块死 母亲 李浩岚和殷小春要好 不惜撒谎翻案 若非王医师精通药理 早被这丫头给赖上了 来人 将三人拖下去 一并处置 诺 慢着 我不会错 王后 这药一定有问题 殷小春 你再说说 半下中毒有什么明显征兆 凡是半下中毒 只会喉咙溃烂 不禁饮食 不禁饮食 王后 请仔细查看王上的喉咙 母亲 可不能再听他们胡言乱语 准 王后 您看 王上服用过量半下 口中生了疮 这就是他不能说话的原因 可笑 半下用量如此之少 怎么可能正毒 口中生疮 不过是巧合罢了 请王后允许我看看 王上服用的药膳 准 这不是鸡汤 而是竹鸡 又称竹蔗菇 没错 王医师 你不是说 观赏用的竹鸡 比母鸡的药效要好 我们才入的药膳吗 所以说 大量的半下并不在药里 而在竹鸡汤里 胡说 这竹鸡汤 是膳房经手的 我根本没有插手 哪儿来的半下 敢问半下 生在何处 半下 喜温暖潮湿的地方 马湖山的后山 漫山遍也都是 竹鸡 斑鸠 结石半下 所以 王上全身麻木 呼吸困难 就是服用了 过量半下的竹鸡汤所制 你们都是在胡猜 你们谁见过竹鸡 吃过半下 那别宫还有竹鸡吗 其实想要证明也不难 只要将竹鸡烹了 每日给医师灌下 不出三日方知丞相 王医师 这药里二钱 竹鸡汤里三钱 神不知鬼不觉 就凑够了半下的量 这才是王上 重振难遇的秘密 我 我 我 王后饶命啊 真凶收买了医师 用半下毒害王上 害得王上无法张口作证 我 成了你们的替罪羔羊 好歹毒的心肠 起来 说 谁是你的幕后主使 说 他死了 他死了 王后 背后有黑手 现在您信了吧 好啊 太好了 王医师也死了 王上中了半下的毒 你们该如何 末期恕罪 王后 好在及时发现 只要我替王上施针 再服用甘草 生姜 就可以慢慢解掉半下之毒 父王 看上去 这儿 这儿 op 这儿 带了 不可原 但是 你毕竟触犯了律法 我罚你一千金 赎你自己的罪 谢王后宽宏大量 王上 混账东西 殷小春怎么活着回来了 施公自语 臭酷 叫你们有什么用 若非抓住王仪师的死穴 难保不受牵连 高将军呢 高将军只是受了轻伤 并无大碍 只是 说 只是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和殷医是在一起 殷小春 你 伸手不错嘛 你来干什么 我 我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每个死在你手上的人 都要道歉的话 恐怕你连头都磕青了 这里是药房 如果没事的话 请出去 那我来找你看病 宫中不止我一个医师 可我就喜欢你帮我看 你不是说过 医师要对病人一视同仁的吗 坐 有这么看病的吗 你这分明是公报私仇啊 我再这么扎下去就变成筛子了 蛇毒未卿 就得这么治 忍着 殷小春 我不都跟你道过歉了吗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道歉是世上最没用的颤护 除了能让你自己好过 根本毫无用处 尤其是你伤害别人以后 瞧你说的 我就不信 你没跟别人道过歉 办错了事就得赎罪 我情愿上刀山下火海 但我这辈子 绝不对任何人说对不起 绝不 好了好了 我的伤已经好了 不用了 浩岚见过王后 任何时候 都要保全自己 才能 拯救别人 如果我这一次出手救你 那就会卷入刺杀一案 到时候 我的敌人就会将我们一网打尽 相反的 只要我还是照顾王后 在你脑袋搬家之前 我就还有机会救你 好了 明白 不 你不明白 你眼前有一条路 所有的人都想走 你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美貌 成为王上的少妃 为她生儿育女 享受荣华富贵 这在世人的眼里是最容易走 也是 最顺理成章的路 说吧 我恕你无罪 很久以前 我娘教导过我 身为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是找个好的归宿 后来我发现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终究是竹篮打水 我娘 秀玉 竟是如此 所以 浩兰选择依靠自己走这一生 身为女子 孩童起 父亲教你服从 出嫁了 丈夫教你贤良 老了来 儿子教你责爱 他们将女人所有的向往 都注入在你身上 你不是自己 你是女儿妻子和母亲 他们告诉你这样不对 那样也不对 你不可以拥有金钱权利 甚至是 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不公正 这很不公正 但是 这是乱世 不依附任何人 你 准备好了吗 要排除一切困难 你 不可以后悔 王后 与人受到约束 男人们不也一样吗 谁规定男人 天生就敢勇武 总有不喜欢拿起刀剑的 谁规定金商就是下剑的活 总有不服气的 活在乱世 小平心意活着 有说话的权利 就必须拥有力量 这事不分男女 说得不错 人生的坎 过不去就是绝命过 踏过去了 就会成为赢家的踏脚石 路还很长 慢慢走 王后的教诲 浩岚永济于心 竹母 您的伤寒越发重了 切不可轻动啊 我不能这么一直躺着 我得站起来 竹母 竹母 什么事啊 小姐 小姐她没了 说什么 小姐被冤语人厮痛 被迫自己身亡了 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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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刚立了一支舍章 想给父王添些野味 好 您身体刚愈 怎么不去歇着 年岁大了 身子是不行了 父王 您要注意身体 这才是昭国之本 寡人这段时间卧病 我听说 你可是为寡人担了不少事啊 大臣们屡屡夸奖你办事过绝 寡人甚是欣慰啊 能为父王尽心 儿臣求之不得 只是有一件事如耿在喉 不躲不快 你说 父王是否要纳离女官 是否要纳离女官 浩兰是寡人的救命恩人 自不可受委屈 但寡人身体痊愈了 别要正式册封 这 怎么 你对浩兰有何不满呢 儿臣不敢 只是想起吕不韦 曾经为救浩兰而宠宫 此二人的关系 让人心中生疑 浩兰是受了居 吕不韦那时仗义 都属于义举 寡人已经下令 一切既往不咎 父王想想看 吕不韦曾精心培养一批武姬 权位贿赂权贵 到底有何局限 上人图利 还能为什么 寡人的后宫 敌国的姬妾也不少 只要他敢送 寡人为何不敢收啊 那 那谁又会为了一颗棋子 而牺牲自己性命呢 儿臣是怕 吕不韦初入宫围 要会乱后宫之陷 夺嘴 儿臣多言 请父王息怒 去吧 儿臣告退 儿臣 当日王孙为什么不走 不是在等你吗 我早就吩咐过 王孙不必等候 主要是 公主雅来得太快了 就凭他拦得住王孙 又或者 是王孙早就发现 我欲被放弃浩兰 您的心动摇了 才让公主雅看出了异常 反正都过去了 多说无意 最近宫内流言四起 你可有听说 流言 大家都在传 说你跟浩兰有私情 才会不顾一切地营救他 是吗 豪商权贵 皆以豢扬美姬为荣 浩兰出身吕府 这本没什么 但他现在已经入了宫 又被赵王盯上 王上喜爱浩兰 必定怀恨在心 流言非语暗箭上人 公子娇真是可耻 出言辩解 只会越描越黑 但是什么都不做 只怕性命不保 王孙是在关心我 还是关心浩兰 公孙将军 我让你找的新蚕丝呢 吕兄 你刚才说什么 王孙 我是问 此局 怎么解 我 闲前娇儿列到一支社章 味道的确鲜美 寡人吩咐厨下 特意备下张晏 请诸位爱卿品尝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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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的章肉分出来一些 给吕尚府送过去 来 吕弟 敬你呗 来 谢兄长 瞧 这商骨还是失宠了 没有王上的宠幸 哪里来的 就滚回哪里去 区区一借商骨 跑到朝堂大放厥词 真是一笑大放 吕不韦何在 臣在 来 寡人要的是新鲜张肉 你采买的这是什么 王上 这确实 是列护金城刚刚送到 你还敢顶嘴 你以为寡人病了 鼻子也不灵了吗 这就是死张 来啊 行张一白 诺 请吧 请吧 富王 您弃脑吕不韦 是因为张肉 还是因为流言 你说的 是吕不韦 会乱恭维的流言 富王 您可曾还记得 楚庄王决阴宴一事 说来听听 当年楚庄王宴请群臣 他命宠鸡 向群臣敬酒 在这个时候 狂风呼咒 灯竹全面 一位罪将 借机拉住许姬的衣衫 他扯下对方的阴带 作为证据 向楚庄王请求 重罪此人 而庄王 则命所有人 都取下阴带 再点燃烛火 众人倡议而归 事后 庄王罚证 一名战将 誓死护主 庄王论功行赏才发现 这个人 就是当年那个失礼之人 未报大恩 所以舍生忘死 君则静 臣则忠 如果没有楚庄王的大度 也许此人早已处死 那楚庄王的春秋大业 也就无法成就了 你有点意思 你究竟想让寡人怎么做 父王 没有主人的东西 大家当然要争了 就算流言是真的 爱慕美人之心 又有什么错呢 更何况 人们常说了 狡兔死而两犬烹 父王 如今 大业未成 怎能自断臂膀 吕不韦 为了给赵国筹集军粮 已经捐出了半数财产 天下人都知他是一个义上 父王 如果这个时候 您处死了吕不韦 会让天下人心寒的 玉帝 你屡屡为吕不韦说话 是不是收了他什么好处 特意来做说客 兄长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父王 为了整个照顾我 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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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王上说这是死章 全怪这章肉枯瘦 臣听闻 韩国有种章子 肉质鲜美 味道奇香 堪称六国第一 您何不高价收购 狡猾寒贼 他以上党威尔挑起秦诏之争 寡人还没跟他算账呢 还收购 王上 当年齐桓公 练庄山之童铸壁 提高来国的柴薪价格 来国上下 全都不在重地 好去打柴换薪 两年不到 来国粮价盟涨 百姓无法生存 纷纷投靠齐国 来国不攻自破 实至春根 王上高价够张 韩民自然放下农田 跑到山间列章 三月过后 停止够张 盘人 毁之已晚 他们可列章赚钱 向他国买粮 王上 赵国的粮食都以备作军用 韩国买粮可以 但是要以十倍百倍的价格来买 别国都喜欢趁火打劫 看赵国抬高粮价 必定疯狂效仿 到了那个时候 韩国内部 必定大乱 还解不了 王上的心头之恨吗 愚蠢 你以为这样真寡庸吗 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正是如此 吕不韦 你真真就是个商人 寡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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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良辰 寡人怎么可能去猜疑呢 此事就交给你们去办 父王圣免 吃肉 吃肉 恭送王上 公子 吕少府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非要再挨那两棍子 王上憋了一肚子气 不让他出出气 公子劝了也没用 说得也有道理 少府 那这 买张子的事 公子不必如此大张旗鼓 把消息放出去就行了 把消息给放出去 是 告诉韩人 少府 那这样一来 计划不就全部失效了 韩国祸水东瘾 嫁祸赵国 本来就很心虚 如今天闻赵国 要借构章之事 报一箭之仇 定是十分惊恐 在韩国大商战 需要多方周旋 一个环节出了错 就是天差地别 记策就算见了孝 也需要三年五载方剑分析 王上可等得了 再说了 韩君又不是傻子 构章的一出 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咱们这么做 就是摆个姿态 告诉韩人 赵王生气了 他们心中有鬼 自然是送物送钱陪小心 王上消了气解了夙愿 将来赵国 还多了个抗秦的帮手 不是一举多得吗 这是个好主意啊 而且省事 少府 我现在就去办 多谢王孙献计 你是做困局中 不得出身罢了 公子叫案件伤人 防不胜防 轻易将人置之死地 这是阴谋 王孙劝我 因始而动 因事而秤 一则巧劝赵王救我性命 二则消除流言 阴谋破产 三则警告韩人 取悦军心 韩人知识圈套 却非钻不可 真正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真正的阳谋之术啊 这样的小儿把戏 不配阳谋二字 只是诈术罢了 再说 韩赵消除夙愿 重修就好 到时候赵国增世 秦国自然有所顾忌 战事稍还 为好救自己一命吗 不 你不光救我 救了自己 还救了韩人 韩国君主短视 如今坐收余力 可是秦赵一旦收兵 韩国却同时面对 两个强大的敌人 现在让他们低头 总强过 将来国破家王的好 王孙惦记母亲故国 和天下百姓 独独放弃了秦国利益 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王孙 请 吕兄 看来这棉入殿的 还不够厚吗 吕不韦 权势和美人 你不能什么都要 是时候 做出选择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